现在伦敦正在爆发 此轮8亿冲突以来 英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活动组织者此前表示 预计会有约50万人走上伦敦街头 声援加沙平民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和卫报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日 正值因联邦国家停战纪念日 当天中午12时许 数十万抗议者从伦敦市中心 海德公园附近出发 向位于伦敦西南部的美国大使馆前进 现场图片 和视频显示 抗议者手举巴勒斯坦旗帜 以及解放巴勒斯坦 解放加沙 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使用的 从河流到大海等标语 高呼立即停火 停止杀害无辜平民等口号 同时 不少抗议者表达了 对英国政府的不满 称苏纳克是个废物 还有抗议者举着 内塔尼亚胡 希特勒会为你感到自豪的标语 这名抗议者告诉记者 他参观过奥斯维辛集中营 而内塔尼亚胡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他正在试图移平巴勒斯坦 据介绍 此次抗议活动 是由英国多个团体联合组织 组织者包括 巴勒斯坦团结运动 英国穆斯林协会 英国巴勒斯坦论坦 游行开始前 巴勒斯坦团结运动 负责人本贾马尔表示 我们认为 这将是一次巨大的抗议活动 预计 只有超过50万人聚集在伦敦 这将使其成为 英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政治游行之一 卫报称 英国高级官员们担心 一些极右翼分子 会在游行期间制造混乱 伦敦大都会警察厅此前表示 停战日的游行 将比以往更加复杂 警察将利用一系列广泛的权力 来防止任何干扰 并对抗议者的活动 实施严格的控制 伦敦警察厅多部门取消休假 总计有超2000名警察 在此次游行期间职请 其中约1000名警察 从伦敦以外地区被召集 但据英媒报道 尽管警察严正已待 但游行期间仍状况不断 目前游行队伍尚未到达美国大使馆 但抗议者已在白厅 和平纪念碑前 威斯敏斯特地铁站 唐人街等多地与警察发生冲突 沿线交通也已经陷入瘫痪 伦敦大都会警方在推特发布声明称 抗议者在唐人街与警察发生冲突 并向警察投掷了瓶子和其他物体 此外 警察在威斯敏斯特地铁站附近 拘留了一大群反抗议者 大都会警方称 至少有82名抗议者 因破坏和平被拘捕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抗议游行开始前 英国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 发表一篇争议文章 指责伦敦警方偏袒声援 巴勒斯坦的游行 还将英国国内的 倾巴勒斯坦团体成为暴徒 多名英国官员认为 布雷弗曼的言论 是这一次大规模游行的导火索 11日早些时候 英国首都伦敦市长 萨迪克汉发布推文称 我们在和平纪念碑上 看到的极欧议混乱场面 是内政大臣言论的直接结果 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我全力支持大都会警察 对任何被发现 散布仇恨和违法的人采取行动 同时 苏格兰首席部长 胡姆扎·游素福 同样指责布雷弗曼在停战日游行前 加剧了紧张局势 微报称 此次游行预计于当地时间 11日下午5点结束 除伦敦外 格拉斯哥 爱丁堡等苏格兰各地 11日也举行了支持 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